自从演了《蓝灵王》 《毛林灵街道》的角色 十个中有九个都是反派 自从《蓝灵王》播了之后 找我的剧本有十个 九个是反派 剩下的一个还跟我说 那就接那个呀 老师我们这个角色 除了你谁都不能演 因为这个角色 异正异邪 剩下的那个 《蓝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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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其实早在《蓝灵王》拍摄期间 冯绍峰就知道 自己的形象和角色有差异 《蓝灵王》是历史上 著名的阴柔美男 而自己长得太阳刚 但他认为史书 对《蓝灵王》 寥寥几笔的描写 并不能让世人 真正了解这位战神 只要自己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让观众看到那段历史 即便形象上没有那么贴合 也会得到观众的赞誉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不少观众仅仅因为开场那段 温泉戏就朝了他十几年 不仅如此 在拍摄这部戏时 他还遇到了男配加戏的事情 就是我们翟博士 翟天林 最初翟天林饰演的高伟 只是正儿上位之路的工具人 但是翟天林看完剧本之后 觉得这个人物过于扁评 就写了一版修改意见给导演 但剧版篇幅有限 如果给他加戏太多 就会挤压其他演员的戏份 导演就和翟天林说 不能再给你加戏了 但是你可以在 现有剧本的基础上 丰富角色情感 我们不能再加戏了 你只能在你现有的戏当中 再去丰满这个角色 没想到禁组三天之后 导演回看翟天林的表演 觉得他演得非常感人 就决定给他加戏 加完之后 他的戏份比最开始时多了一倍 他们看了一下回放 就听到加我的戏 把我的戏量 从第二十集往后 加多了一倍 所以我们在看剧时会发现 前面十几集 高伟几乎没什么戏份 但是后二十集 全是他的戏份 后期高伟成了反派男一 冯绍峰的高长弓 却经常掉线好几集 虽然冯绍峰 并未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不满 但自己担任监制 自己投资的戏 风头全被另一个人抢走了 想必他心里也是不痛快的 除了高长弓和高伟 蓝绫王中还有很多 让人印象深刻的男性角色 比如陈小冬的宇文雍 你知道当初拍戏时 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在拍摄蓝绫王时 陈小冬竟然与真的老虎在搏动 能够抱住他的头 甚至能够坐在他上面 偷他几拳 剧组道具师 直接从动物园牵来的真老虎 陈小冬抱着他的头 坐在他的背上 用自己的拳头打他 后来导演还想拍出 他被老虎压在身下的镜头 据陈小冬描述 他被老虎压在身下之后 整个下身都是镂空的 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老虎的头和胳膊 比自己不知道大多少 在他面前不停嘶吼 拍完之后 陈小冬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 导演安慰他演得特别棒 表示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场景 与任何一只老虎 都不能拍得像今天这样好 那个导演就说 我给你再来一次的话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场景 你都在 跟任何一只老虎 你都不能拍得像 我们现在这种效果了 可见陈小冬有多出色 完成了这场戏 陈小冬为了拍好蓝陵王 可以说是贡献了数不清的第一次 剧中他要演的是 一代帝王 周武帝宇文雍 剧中有很多骑马的戏份 在此之前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 可是当时候 我准备要接这个戏的时候 我连骑马 我都不会 所有骑马戏都是临时学的 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但是为了完成拍摄任务 他一直在克服恐惧 不过对于陈小冬来说 这些都不是最难熬的 拍这个戏的时候 他最艰苦 他并不是拍戏的细节 而是他天气 因为我们在恒电 当时候在七八月份 正好是大夏天 在剧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镜头中 宇文雍的额头是崎岖不平的 那是因为在恒电拍戏时 正值酷暑时分 陈小冬本身又是过敏体质 他额头上的这些帮 都是被热出来的 虽然拍戏过程中困难很多 好在结果是好的 蓝陵王播出后 陈小冬饰演的男二号宇文雍 凭借深情的人设 与出色的演技 圈粉无数 风头一度盖过了男主角 冯绍峰 宇文雍和杨学武的CP 不知成了多少观众的一难评 当初追据时 你更喜欢高厂公杨学武的CP 还是宇文雍杨学武的CP呢